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西西东北 最近在我的视频评论区里面 出现了许多老爸爸儿子 他们看到我的视频也许在说 蓝色灯关 西西兰 手持麦克风 西西兰 西兰 所以你知道吗 你们赢了,我输了 虽然我不知道我输了什么 总之我承认 我不仅抄袭了西兰 我还抄袭了失敏 Pewedipi Markpire 还有追追欧拉屯机 等等等等 你们或许没看过的YouTuber 对了 他们也做说唱内容吗 那么不管怎样 回到今天的主题 原本大西阿二这档节目 我只打算做一期 但第一期大家的反馈都不错 除了第一期内容用词 不但被B站下架之外 其他的还OK 你知道吗 某些方面不是我该谈的内容 而且我身为中国人 我爱中国 所以今天继续来评价 大西阿二第二期 那么因为版权问题 选手视频的片段 我就不放视频里面了 想看片段版的 可以移步到B站 Maybe 我一直很喜欢各种语言 融入说唱的感觉 而接下来出场了这位Buddy 他不仅巧妙地用原语说唱 并且在伴奏方面 把密集的嗨嗨 改为了他们原族的乐器 既保留了原语的魅力 也不丢失嘻哈的味道 是本期第一个给我惊喜的选手 很多人也许会说 都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但正因为听不懂 往往能给我们更好的音乐感受 如果说来自更高兄弟的Mano是弹老鸭说唱 那么这位West就是猩猩说唱 老实说他的喘气腔调还蛮顶的 就像是干交配玩的熊猩猩 累到不行 我个人觉得他的腔调蛮适合唱旧的 不过他的歌词真的不行 不是傻逼就是淡淡 我很难不怀疑他的精神状态 所以跟他做朋友记得穿好防弹衣 而这位叫做Seagrass的大姐姐 因为他的那首歌太凶了 所以不能叫小姐姐 而他的腔调非常有感觉 让我联想到了今年Show Me The Money的冠军 余永之 歌词方面也很有态度 如果在Flow上面多花点心思就会更好了 接下来人气选手Bridge 不对不对 青蛙 他带来了这首校园说唱我蛮喜欢的 歌词在揭入校园布公的同时 也保持了对自身态度的坚定 这一点非常贴合他学生这个身份 也贯彻了嘻哈的反抗精神 不知道他的歌词有没有让你感到共鸣呢 而这位Young Boy Melody 仍由其名确实展现了非常好的挂电旋律 在Ju的伴奏中加入了零星的电子音效点缀 非常符合他整个Shooting Start的主题 不过可能是现场录音的原因 他的outune效果有点飘 但基本能听出录音式版本是好听的 如果说前面这位Young Boy Melody 展现了非常好听的挂电旋律 那这位Gami B的旋律只能用经验来形容 他一开口的腔调让我起鸡皮疙瘩 在中文说唱的部分 也通过变换原词的声调 以达到与旋律和谐的效果 虽然他在唱的过程中有破音 但丝毫不影响整体的听感 我反而觉得这个破音是点睛之笔 而这位来自医学院叫神经元的选手 他的punchline和wordplay都非常的亮眼 我特别喜欢他那句 我不管你AR,BR,CR,AMD I am doctor,乃DRE 这句的编排太屌了 不仅运用了ABC进行持续晕脚的拼凑 我是医生就像DRE 这里的DRE指的是Dr.J 除了说自己是医生对应DRE之外 致敬了Dr.J的经典作品 I near a doctor 而这位赵雨房 他的发型像新买的拖把 拖了几次之后才能呈现的效果一样 而他的腔调与伴奏高度融合 营造出来了整个vibe 非常舒服 但是缺点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他不会唤气 在唱到句子比较长的时候 明显就是气不够 这位David 从他非常大的嘴巴能看出 他是一个非常能吃的wapper 而在歌曲的演唱上也能感受到 他不仅超爱吃也超凶的 不过我觉得这一点一点都不可怕 如果我是饭店老板 我很高兴他会来我家饭店 因为他每次吃饭 都会把菜单里面的所有东西来一套 我是饭店老板的话 真的是赚得我开口笑了 那么结束了个人solo环节 来到了Beeper Mini环节 简单来说就是Cypher环节 那么第一组的表现我觉得一般般 其中黑弦的那一段 他的fold变化舒服 歌词也致敬了热狗 整体味道非常贴合整个bombet beat 而第一组是一个难度超高的 120bpm的house beat 这组最精彩的 我觉得是阿夫那一段发情说唱 整体无论是腔调把控 节奏掌握 还是歌词内容都非常精彩 所以到底是C哪里 我也不知道 那么第三组是氛围感超凶的chap beat 我觉得除了欧极虎 能够驾驭整个凶狠的伴奏之外 其余选手的气势多多少少都被这个伴奏给吃掉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对大嘻哈2第二期的评价 老实说第二期的选手质量比第一期高太多了 整体的观影质感也蛮舒适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VCOTI 拜拜 拜拜